我們現場的所有同學們 以及我們線上的所有的參與者 我們所有同好 還有我們現場 我們科技部人文計畫 人文處 我們這個專案計畫 我們國立中正大學的主持人 陳國榮教授 以及今天我們最重要的講者 也是我們平中70年畢業的傑出校友 林啟平教授 政大 我們這個也算是我們 跟同學來講 在這個領域是 我們國內的騎擾 就是我們講的 算是這一方面的專業 最專業的學者 過去也曾經主持過我們國科會 昨日閱讀科學大師的講座 今天剛好是另外一種類型 是在人文方面 而且今天的主題是 走進古典以及閱讀古代 今天的講座非常特殊 我相信台灣現在的學子 其實最重要的是在人文的素養 甚至是在閱讀的素養 是非常需要具備的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這幾年來開始在推素養導向命題 其實它的閱讀素養就非常重要 它的理解能力更重要 那PISA的考試也是如此 它重要的是在它的語意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具備有閱讀的素養 所以它們的這個領域不是只有語意而已 不是只有文字背後的意思而已 事實上它還有一些意境 所謂意境就是你能不能從文章讀到當下寫的人的情緒 他的想法 這個就是文章裡面他會告訴你的 今天我相信我們左近古典閱讀古代 都會告訴我們這些相關的訊息 甚至怎麼從裡面去得到我們講的一些美感 文字裡面的美感 或是文字意境裡面的美感 也都從這邊可以去設立到 所以其實人文比我們想的要再更深入 不是只有表面的文字意思而已 所以今天這個講座我相信大家可以收穫很多 那我們知道猶太人在諾貝爾獎 得獎是猶太裔的占了四分之一 那代表猶太人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那麼這裡面猶太人最重視的是什麼 學習的開端是從發問開始 猶太教育裡面是這樣 所以今天一樣要鼓勵同學們 問出好問題就是學習的開端 那我們要請大家以熱烈掌聲來歡迎 我們的大學長林啟平教授 陳校長陳院長 以及我們在座的各位師長 以及我們同學們 大家早安 我想非常高興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回到自己的母校 跟我們在座的每一位 我們的同學分享我自己的研究的一些心得 我想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一件事 所以我想這是一件非常值得我們很愉快 願意來做的一個工作 當然離開屏東對我來講已經四十幾年 回到這個地方所看到的景象有非常巨大的一個改變 這個巨大的改變當然會對於每一個人會造成很多心理的影響 這樣心理的一個感受有時候它會發出於文字 發出於它的某一些特殊的一個創作的一個模式來表達這樣的一種情感或是情緒 我們如果現代人會是如此 古代人其實也是如此 但是古代人是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怎麼進入這樣的一個古典時期 怎麼去看待這些古代的相關文獻 那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如同剛剛校長所講的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許許多多的工作 在語文能力的這種能力跟素養之間 事實上其實是一個目前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我們怎麼透過恰當的一個語言 去瞭解這個天地 瞭解這個世界 這樣的一個就是說過程 其實古代的人也都經歷過 那他們怎麼去面對他們的世界 以及我們今日怎麼去面對我們的世界 事實上如何透過文字 這樣的一個世界而能夠去掌握 我們所看到的天地 我想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今天特別是以走進古典 閱讀古代來跟我們在座 以及線上的每一位朋友 同學來做分享 首先我們要走進古典要閱讀古代 我認為大概有幾個面向 應該來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會先從前沿 就是你在心理上遇到了古代 你會有一個什麼樣的心理的一個衝擊跟撞擊 然後再來追問 古代所認識的一切 是完完全全客觀真實 我們能夠確定它絕對沒有錯誤的嗎 然後第三個 我們如何透過這一些的心理的一個準備 準備去面向我們所理解的古代的世界 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世界 再來如果我們是需要透過文獻 透過文字的一個描述 而能夠進入這樣的一個世界的話 那這一些的文字世界所呈現的 包含情感的世界 包含理性辯證的世界 事實上都會牽涉到有關一些真理的問題 或是有關於一些可能敘述的一些情感的一個問題 那最後我會希望透過 我們事實上可能在座的每一位同學 或是線上的每一位朋友 你可能都會意識到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有某一些人民 書名 對我們來講 他事實上其實都很熟悉 但事實上其實我們又不熟悉的陌生人 也就是說 在我們兩千年後的今天 我們許多人面對這樣的一個古典世界 感覺他既某種程度的疏離 卻又有某種程度 跟我們應該要有親近的這樣的一個相互關聯性 那我會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我們怎麼樣適切的去認識 這樣的一個古典世界的文獻 所呈現出來的這樣的一個樣貌 那我稱他為一個熟悉的陌生人 那我們來看 作為一個古代研究 他事實上其實有他的一個困境跟他的性味 我過去曾經研究中國古代的這樣的一個 歷史的一個千變文化的一個發展 曾經指出過一個現象 也就是所謂的困境 這個困境是來自於 他會造成一種文字的斷層 信仰的斷層跟系譜的斷層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文字 信仰跟系譜的斷層產生 是來自於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事件 也就是所謂的情火焚書 那情火焚書按照秦始皇那個本紀裡面所載 它裡面有一個就是說 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 戲一首為雜燒之 有敢偶語詩書者氣勢 以鼓飛金者足 這當然是在古典社會非常重要的一次的一個歷史事件 一般就稱之為叫做情火事件 那情火事件它造成了我們跟古典時期 某一種鴻溝或是一種距離的產生 因為它將許許多多的這些書 盡可能能燒的就把它燒掉了 那當然燒也燒不盡 所以仍然在民間也好 或是在有些讀書人也好 他們仍然常有一些相關的一些 那個古典的這些文獻存在 但是它也透過敢偶語詩書 那古典時期的這一些詩書的這樣的一個文獻 裡頭常常寄遇著知識分子 面對國家發展未來的一些理想的方向的一些敘述 而這些理想方向的敘述 對於現實的君王來講 有時候未必是一件讓他們非常舒坦的一件事 所以他認為就是說 這個如果你敢在那邊 兩個人互相在那邊討論這個詩書的內容的話 搞不好是不是要來指責我 那因此就給予比較嚴厲的一個刑罰的一個事後 那以古非金者足 那你拿古代的事情來諷刺現在 對他來講他更不能忍受 所以這個在古典社會裡面 所造成的一個巨大的影響 是讓我們對於秦以前 許許多多的古代產生了一些的困惑 我們對於那個時代所發生的一些事情 都了解某種程度產生了片面的可能 因此許許多多的 就是說後勤以後的一些讀書人 他沒有辦法讀到完整的文獻的時候 在文字上產生斷層 那因為文字上產生斷層 對於裡面許多的文獻內容思想的一個紀錄 也產生了一種斷層 以至於讓他在形成他的價值體系的信仰的時候 是一個斷層的一個狀態 然後所有的一個傳承也產生了斷層 所以這是一個研究古代的人 你不得不去面對的一個議題 我個人其實在讀小學的時候 我其實大概就已經有一個期待 期待未來我要做的一個研究 如果我想將來想要學的學問 是跟現代不一樣的古典的一些相關的研究 所以在年輕的時候很早 就稍微去讀了一些 那個先秦時期的那個經典 當時候開始閱讀的是詩經的這一部專著 那這一部經典事實上讀起來 那個對我個人來講是頗有興味的 可是我們要了解就是說 在秦代的魂書的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所帶來對於秦以後的許多的知識分子 不如我們今天有這麼大的一個就是說 空間可以看到許許多多以前的東西 那因此他自然在面對古代研究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些困境存在 那即使我們今天有這麼多的書籍 可以讓我們來閱讀 但是我們仍然會發現 古人所講的地不愛保 常常會出現有很多的出土的 考古的一些文物出來 而這些的考古文物有一些部分 事實上其實是涉及到 是一種文獻的記載 這個文獻的記載 有時候會對於當時候的歷史或是思想 或是它的一些創作 帶來一些更新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 那個我們如果要進入古代研究 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有它的一個困境存在 但是有這個困境不代表這樣的一個困境 是非常的不能夠忍受的 就是有時候這個是那個死記 情死亡本記裡面 就是剛剛前面那樣文字 我把它拍下來 事實上其實對於古代研究 是有它的興味 有它的趣味 我曾經到那個秦宮一號大墓 現場去看過 這個墓葬是非常非常的 這個規模是非常非常的宏大 據說比山王大墓 比那個馬王堆 所出土的這個漢墓 它的那個量體是大的 都是算那個十倍 二十倍以上來加以計算的 那你到了現場去 你會驚訝於古代的人 是怎麼去面對他們的這樣的一個世界 為什麼它能夠這樣的去挖掘出 這樣大的一個就是說量體的那個土方 而來做一個這樣的一個地下世界的一個營購 所以呢我們對於當時候的 某一些歷史的一個想像 或是對於它的一個記憶 或是甚至對於許多多的那個 傳統的一個團成 其實坦白講 你有時候做古代研究 進入到它的現 它的那個就是現今 我們可以看的遺址的時候 你心裡面會不其然的 生出某一種興味出來 這種興味會讓你的心裡 會感覺到你跟古典之間的關係 似乎又近了那麼一層 所以有時候我們去讀 任何古代的一些的那個記載 不管你是讀那個東方的也好 或是讀西方的也好 你如果說讀這些相關的文獻 你有時候想要更深一層的去體會 這個文獻裡面所傳遞的一些訊息 那麼很好的一個方式 就是你真的應該到現地下 到它的那個當地當場去感受 這些的人事實地物在發生的時候 是在一個什麼樣的一個脈絡之下 在什麼樣的一個情境之下 當你能夠有具體的去感受的時候 有時候你對於歷史 對於當時候的記憶跟當時候的傳統的團成 甚至會有一些不同的一個感受與想像 那我剛剛講說這些的那個信位 那個以我們中文系這樣的一個 過去的一個基本訓練裡面 常常會需要讀到類似像 甲骨啦或是青銅文字啦 竹簡文字啦 博書啦 那這些有一些畢中書所藏的這些相關的文獻 這些尤其是從那個 那個就是說那個竹書以前 有許許多多的這種古代文獻 在琴火的一個發展之下 事實上其實是不見的 那我們今天仍然有看到有一些有傳世 不是我們所謂的從地下挖出來的那些文獻 那都是透過許許多多的人 或許是把它藏在家裡 如藏在壁中之書一樣 那或者是有一些人透過口傳的方式 把它給記錄下來 那你去讀這些的文獻 其實有時候你要去試字要去辨認 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過程 或許有人也會覺得說 這怎麼會有趣還蠻無聊的 去看一個字的字型 真的就會讓人家感受到 有什麼樣的一個好玩的一個事情嗎 事實上其實我要跟各位講 那還真的還蠻有趣 我記得以前我念書的時候 曾經跟幾個朋友 我們一起到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跟著一位研究員 他是鍾博生鍾老師 專門研究甲骨的 我們大概每個禮拜讀一片甲骨片 在讀那個甲骨片的過程當中 你慢慢的進入到古人的生活世界 今日西來語 今日南來語 今日北來語 今日東來語 東西南北下語 到底哪一個地方開始下語呢 今日南來語 今天是從南方開始下語過來的 他的真詞 他的厭詞 讓我們去了解古代人的一個生活方式 所以這是一個 在你這種所謂的形跟音之間 看起來好像蠻枯燥的一些 那個就是說那個閱讀的習慣 事實上可以讓我們修成正果 這個讓我們去證明說 古代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古代 所以有時候對於古 研究喜歡研究古代 你會墜入古代當中 你也可以就是說 好像是以古代來點綴你的人生 事實上你也可以是一個墜古的一個人生 墜清雲那樣的一個年代 那這些那個像這些的青銅器 有一次我到那個寶基的青銅博物館去的時候 看到非常多的那個青銅仲器 跟我們故宮的一些青銅仲器 相互的那個來比對的時候 你會發現古人他怎麼使用這些的器具 或者是我到那個就是說 是湖北省還是湖南省博物館 應該是湖北省博物館裡面所藏的 那個隨後以墓 他的那個編宗 那個編宗規模是大 看了以後這是嘆為觀止 所以你會透過你的整個的那個就是說 進入古典的這樣的一個 那個就是說進入 產生跟古人的相揮映的 這樣的一種心理的一個性味 那接下來我要講的是說 進行古代研究 有時候在心理上要有一個準備 你可能必須得要 具有某種程度的跨領域的一個知識 也就是說他並不是單一的 我們校長是化學出身 事實上其實在古典社會裡面 你去研究許許多多的古代的一些液體 有時候你會需要有些化學的知識 你才有辦法能夠去了解說 這個時間點大概是什麼時候才會出現的 那甚至有一些像我們在談那個 古代的那個柱頂 那個青銅器的柱座 它的那個就是說那個柱層的那個溫度 是非常高溫的 那但是在古典社會 他怎麼有辦法能夠產生 攝氏800度到1200度左右的這種高溫 而能夠來將銅礦跟錫礦去做某種程度的 讓它變成融合 而形成青銅的這樣的一種金屬的一個特性 這些事實上其實都是非常有趣而值得 我們可以進入去學習的 所以你要研究古代 坦白講有時候是需要跨領域的 那跨領域當然我們有時候是 你自己要完完全全全部學到自己 那個未必是容易的 那因此我們有時候是在社群的交流 會形成我們重要的一個學習的一個進入 那所以呢他才有辦法能夠成為我們的一個想像力的來源之一 那因此我待會這個議題 待會還會繼續往下講 那我這裡面只是提到我一個學長 清華大學的講座教授楊如斌教授 他就曾經特別去提到就是說 他一直認為在中文系做學術的人 必須具備1.5個專業 中文系必須要有跨領域的學問 才能站在古典學的基礎上讓別人看見 事實上因為中文系有很多的那個專業知識 建立在必須要閱讀古典的文獻上面 所以呢我們如果要進入這個世界 你必須得要有跨領域的知識的話 那麼我們要這麼來講 你只要想要進入古代 你想要進入古典 恐怕跨領域的這個部分的一個知識的學習 恐怕是一個必須的一個條件 那當然這個議題我們待會再往下來講 那我們這麼來看就是說 當我們有這樣的一種欣慰 願意進入到古典時期 那我們要問一下 古典的人跟我們現在人有沒有差別 2000年前的人跟2000年後的我們有沒有差別 我常開玩笑 就是說那個我的生命的上古史 其實就是我的幼年時期 當我講說我的上古史階段 就是講我還在孩童階段的那個時期 為什麼呢 因為在那樣的一個階段 我許許多多的社會化還未完全展開 我許多的認知世界的展開 仍然還是有限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要問說古典社會是否也是如此 那為了要還原跟了解古典社會的人 他們是在一個什麼樣的一個促進 所以我特別從這底下幾個角度來加以說明 首先是談所謂的人與範疇 這是一個哲學的一個概念 category 那事實上範疇是我們可以去認識 我們的一個存在的一個樣態 的一個就是說可以使用的一個 就是說思維上面的一個工具也好 或者是一種方向也好 比如說時間跟空間就是 我假設我們這麼來講 那個校長剛剛介紹說 我是大概70年代左右 在我們屏東中學來就讀 各位有沒有發現70年代 這個是不是就是一個時間概念 它就是一個時間概念 那因此你要定義我這個人 你可以從時間來定義我 定義我大概在什麼時間點出現在什麼地方 在屏東 在屏東中學這個地方 這個空間形塑了我 那個時期的屏東中學的整個的風格 形塑了我 正如同我們現在在座的許多的同學 你現在是在那個2022年的這個時間點 在屏東中學這邊來就讀 這個都構成了你的時間性跟你的空間性 所以你要了解一個人 可以透過這個部分來加以理解 因此時間的作用就非常重要 那時間的作用很重要 我們各位你可以常常去回想 你對於你在你的幼年時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會覺得你當下的感覺跟現在的感覺還會一樣嗎 脫離了時間之後你再回過頭去看你的生命的上古史 有時候你會有不同的感受出現 所以我們2000年後的人去看2000年前的人 會不會也有我們這個時代的人 特殊的對於古代的那種的感受 這是不是就會形成一種古今的對話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我們要走進古典 你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能夠完完全全還原到最至極的古典 這件事情是可以被打上一個問號的 因為時間已過去 我們今天沒有所謂的穿越的能力 能夠穿越到那個時代去 那因此我們許許多多都透過我現在的生活 生命的想像跟我的經驗去理解它的 那因此你必須要意識到就是說 好像在對於時間性的這個部分的特殊的感受 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 在看前一個時代的文獻的時候 特別要留意的一個地方 那另外人是一個意義的一個存在 人的許多的作為是有它的一個意義的一個方向 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古人為什麼要這麼做 但是他的做如果脫離了我剛剛所講的這個脈絡 那個context你把它給拿掉的話 那你對於那個人所做的這件事情的意義 是不是能夠恰當的掌握 然後又某種程度回歸到你自己意義的那個建構呢 或者是你會產生一種斷裂的可能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在做過去的研究 都必須要特別留意的一個地方 那人的住境是什麼 人我們是存在的一個真實 我今天打自己的手 兩邊都會痛 我今天來到了屏東 我覺得非常的炎熱 我剛才在跟陳院長講 我在台北冬天很少有穿短袖的經驗 過去我常常跟著我家人到墾丁去度假的時候 都是選在農曆春節前後 那每次就是由北到南開車下來的時候 每到另外一個地方大概衣服就減少一件衣服就減少一件 所以我們本身是一個真實的存在 我們的真實存在跟這個天地之間 跟我們的自然跟我們客觀世界是相互相濡以沫的 相互交融的 那我們既然存在是真實 但是為什麼我還要講一個真實的存有者 這個其實在我們常常談就是說 人是一個存在的 那存在的如果我們用英文的來講的話 那就是一個be in的一種狀態 我們是一個小寫的be in的一個存在的狀態 可是這個存在的一個狀態 它的真實性它具有高度的真實的可能 是因為來自它有高度的意義感 它有高度的意義感 當我們人沒有了所謂的意義感的時候 你的真實存在還真的是有嗎 你的exist是真的reality的這樣的一個狀態嗎 是reality的這樣的一個狀態嗎 恐怕都會有許許多 把它按錯了 恐怕都會有許許多多的一些問號會產生 那因此有一些哲學家就會特別去問說 那人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人 我們今天來到人間世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世界 我孤單一人來到 那你講說我雙胞胎我們兩個人結伴而來 還是有先後 對不對 永遠你都是自己一個狀態 那哲學家他們會用這種所謂的 人具有像是一種宇宙孤兒 來到了這樣的一個人間世 那你就要回去問 那你到底是怎麼存在在這個地方的 時間對你來講是不是有意義的 如果時間對你有意義 那麼你的那個孤獨感 你的存在感如何 在你的特殊的時間脈絡的經驗當中 而跟其他的人有一些距離或差異 這些或許是我們必須要追著問的 那另外神聖的一個古典時代 如果我們講說你要走進古典 那古典是一個什麼樣的樣態 那是一個所謂的secured 還是一個所謂的secured 那我們可以這麼來看 我特別把它稱叫神聖的古典時代 是因為待會我會回到那樣的一個年代 是一個神話與傳說不分的一個年代 來加以說明 許許多多我們今日看來 是屬於神話中的人物或是一些情節 其實都變成是一個歷史裡面的其中的一環 那各位這就呼應到我自己剛剛所講的 我個人的生命的上古史或是在座各位 每一位你們的生命的上古史 事實上其實都存在著一個神聖的一個階段 那個神聖的階段是你與天地萬物之間融為一體的 某種程度當我們還沒有完全社會化 我們的所謂的認知還沒有達到一定的界線的一個狀態的時候 我們常會講說天地跟我說話樹跟我說話 你如果今天到了我們現在這個年紀去跟人家講這樣的話 人家恐怕要把你送到某一個地方去 可是在我們還是幼兒的時候 小朋友講這些話的時候 父母親就覺得好可愛 講說你跟你的絨毛玩具還可以對話 你跟你的絨毛玩具不管它是汽油 不管它是那個什麼樣的一個就是說那個動物的一個造型 你跟他講好像變成是好朋友 這個在你的生命的上古史都是可以被認可的 但是在我們今日我們都覺得好像怪怪的 所以我們都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自己的生命的上古史 有這樣的一種與物我不分的年代的話 那麼人類文明的上古史 會不會也存在這樣的一個年代 所以我說我們要先問古代是什麼 歷史是什麼 古典又是什麼 所謂的古代是什麼說跟我今天不一樣的 過去就是屬於古代嗎 那這樣的一個古代未免也太過便宜了 它只是一個時間歷程的一個概念 線性的一個時間發展 我在這個目前的這個線段 往回溯另外的一個時間點 一百年兩百年到一千年兩千年 這個就是一個古代嗎 那這樣古代跟我的關係應當是什麼 恐怕都必須要重新思考 那為什麼是歷史呢 歷史是什麼呢 History 我們說his story 那her story呢 對不對 過去都是男性的歷史 那我們應該也要有女性的一個歷史吧 好吧 如果說不管性別 這個都是指著人的故事才叫做歷史的話 那麼我們今天要講地球的歷史 還是要講地球的時間經驗 如果我這麼問的時候 我再問說 所謂的歷史是因為有了人的story 有了人的故事在其間 它才叫歷史的話 那古代就是一個時間歷程而已 那歷史才是有意義 因為它被人加以書 因為人在這裡面發生了一些事件 人在你這裡這個時間的段落裡頭 有所謂的悲歡離合 你去看的是這個人在那樣的一個 時間之前的悲歡離合 產生了意義感 產生了意義感 那麼古典又是什麼呢 我們先不要回到什麼古典主義的 那個定義裡面去瞭解 我們就簡單地望文生意好了 古當然時間過去 點它形成有所謂的那個典型 或是典範 所以classic 某種程度就具有一種所謂的 典範的意味在期間 那典範的意味 背後是不是涉及到 某種程度的一種價值的建構呢 因此古典世界所建構的 那樣的一種價值系統 價值體系好壞的判斷 跟我們現代人的關係 又應當是什麼呢 這些恐怕是我們面對 神聖的古典時代 都必須要加愛注意的 我在這裡面講說 第一次普羅米修斯時代的來臨 這個不是那個異形片的 那個普羅米修斯 那當然那個 其實跟希臘神話的那個故事 還有一定的關聯性 這裡面所講的普羅米修斯是 它在談了一個所謂的道火 在希臘神話裡面 它從天上道了火 到了火種 到了人間 到了人間而有了光明 各位要知道啟蒙運動 我們講enlightenment 就是給了光有了光 所以光某種程度 是可以把黑暗去除掉的 打開黑暗 那什麼樣的光 事實上是可以讓我們打開黑暗 就是人的理性 事實上就是人的理性 人的理性之光 讓我們能夠照見蒙昧的未來 讓我們能夠走出黑暗時代 所以普羅米修斯的時代的一個來臨 就是說在這個神聖的古典時代 人們開始意識到 我的一個真實存在 我的主體產生了一種覺醒 我也跟其他的物之間有它的一個差異性 過去從某種程度物我不分 而開始產生了我的形象 我的形象的產生 讓我的主體開始成為一個真實的存有者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一種神聖的一個古代 我們才能夠去了解 在這些文獻裡面所記載的許多的意義跟內涵 那個才是我們要去進一步把它給揭開它的一個面紗的 好啦 那我在這裡面再從古典到經典來講說 人在歷史過程當中的意義跟重要性 我剛剛就有特別去講到 這個一定要是人書寫的故事 在這個時間的紀念當中 有人的故事在其間 因為有人的故事在其間 你可以從得 從這當中學到某種程度的同情共感 或者是某種程度的教訓經驗 那太史公司馬遷 在報仁安書裡面有這麼一句話 他說 就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你要成為一家之言 在古典時期 尤其是在太史公的專業 對於歷史書籍的這樣的一個記載 或是它的一個撰寫 它實際上對自己有某種程度的要求 你要了解天人 這個天我們可以廣益的來理解 它是所謂的天地萬物自然世界現象世界 那這樣的一個人當然是我 這個閱讀者 我的這個主體面對著這個天地之間 我要掌握 以及這個人也可能是一個所謂的 集合名詞下的一個人 是一個人群的一個概念 你要了解人跟天地自然的關係 你要了解時間的一個千變的一個關係 你才能夠撰寫出 具有自己判斷的言論出來 所以這些的文獻 這些古代的這些的典籍 它之所以能夠成為典型 不是因為它時間久遠而已 是因為它這裡面 真正有人所書寫的故事在期間 文學作品有情感 思想類的一個作品 有它的一個哲學意涵在期間 歷史類的這樣的一個就是說文獻 有它的一個經驗教訓載記於期間 這個都是從自然的時間序列 轉變為一種人文時間 時間本來是一分一秒 像物理線段的一個推構 但是到了人文時間的一個建構的時候 它事實上其實已經有了我們人 在這個時間當中的作為以及作用 而產生了一些意義的一個效應 當它形成文獻而成為經典的時候 我們就說的確就是一個古典時代 轉變從古典的時間經驗 轉變成為一種經典的一個文獻 而這個經典文獻因為人的書寫故事 因為人的作用在期間 所以它展現了某種普遍的真理 而且是建立在這個所謂的普遍人性之下 所看到的普遍真理 所以我們對人要好 我們對人要善良 那為的是什麼 是因為我們要讓自己成為像一個人的人 如果我們從這一些普遍人性的角度來看 那古代的那個世界 的確這是我們必須得要好好的去面對的 但是正如同剛剛所講的 我們需要面對的這個世界是一個整權的 而且是一個複雜的世界 但是我們的知識都是單面向的 我不管從文學的角度 哲學的角度 或是從物理的角度 或是從化學的角度 或是從其他的一個角度 我看到的世界 事實上其實都是一個單面向的一個世界 我們人只是變成好像思想家所說的是一個 One Dimension Man 我們只是一個單面向的人在看這個問題 但事實上我們人也是一個整權的人 我們並不是只有單面向的人而已 我們的這個存在就是一個整權 這個世界也是一個整權 那如果我們的知識比較容易是屬於單面向 這個時候化領域其實就是我們 在認識天地自然世界很重要的一個起點 所以我在進一步的把那個剛剛 沒談到的化領域的這個問題 來加一個說明 我說人類文明的起源始至於面對萬象世界 我們身處在這個現象之中 現象世界構成我們存在的一個基礎 就是這個現象世界 因為我們跟這個現象世界相入以沫 所以在這邊天氣比較炎熱 大家感受到的某種可能是大家的一個patient 那我們可能在某一些比較北方的地方 天氣寒冷下雪 那因此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會不會相對的一個比較冷淡一點呢 這都會造成我們的存在的一個差異性 那因此如何了解世界 如何解釋這個世界的現象 就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當然如同剛剛所講的知識建構所形成的單面向路 在面對這個現象世界的多樣性 它充其量只能是在一定的界線當中 虧之部分的一個真理 那因此我們的確處在一種分輸總是分輸 面對整權無能為力的一個狀態 所以人類文明的建構 是不斷的在嘗試錯誤當中匍匐前進的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講說 我現在就完完全全去掌握到真理 掌握到價值了 那因此跨領域的能力跟想像是我們 未來如果要進入到古典世界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 因為世界是複雜的 歷史是糾葛的 文字是蒼白的 知識是單一的 所以當我們前面講說古代是什麼 古典是什麼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其實就要去問一個問題 我要如何面對古代 我要如何面對古典 那底下我們再從另外的一些角度來加以說明 補充客觀知識 因為我們講古代我們很容易會有一個想像 我要回到古代的真實性 那我們講說真實性的時候 我要回到它最客觀的一個狀態 但我有沒有辦法回到那個最客觀的一個狀態 當亞當與夏娃離開斯樂園 回首以望樂園已經消失在熊熊火光之中了 某種程度它是一個metaphor 是一個隱喻 隱喻著我們永遠回不到那樣的一個 混然不分的一個美好的一個整權的一個世代 那回不到那個美好整權的一個世代 在文獻的一個閱讀上面 我們真的能夠回到那個必然的完完全全能夠強調全部的客觀性嗎 有某一些的事情可以有客觀性的要求 比如說它是發生在哪一年 發生在哪一天 它用的是什麼東西這些有它的客觀性 你沒辦法改變 但是為什麼發生這些事 發生這些事的作用 以及它的效應是什麼 大家會有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判斷 那這個時候其實會涉及到某種主觀詮釋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我們需要進入到這個文獻證據 需要透過推論 透過想像 那我們會不會讓意義產生增長的作用 古典其實也沒有那樣的意義 但是我們給它增加了 那我們給它的一個增長 是我們這個時代給添加上去的 還是那個時代它本來就已經意義開放給我們了 讓我們後人不斷的從這當中截取它的源頭活損 我想這些都是必須要去問的 那因此我們必須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就是證據有效性的反省 有一些證據的出現 到底它的有效性你怎麼去判斷 我們過去在讀有一些相關的研究 尤其是在讀心理史學 Psychahistory的這個領域的一些研究的時候 它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利潤的基礎是在心理史料 那心理史料裡頭有很多會使用信件 使用日記 因為我們在寫日記 可能就會把自己當時候心裡面的想法把它給寫下來 你在寫信件的時候也會把你的某些想法給寫下來 但是這些看起來最一手最直接的心理史料 就完完全全在證據的有效性上面沒有問題嗎 會不會有問題呢 有些人會不會想說我將來要成為偉人 我要留下讓人家可以研究的一些基礎 所以呢我就勤寫日記 可是他在寫日記的時候寫的完全不是他心裡面所要的那個方法 會不會有產生這種的問題存在 或者是某些人在寫書信的時候寫信件的時候 他就是特別要有所為而為 而不是當下他沒有要留待後人來考究的時候 的那種想像所做的真實的一個創作呢 所以這些恐怕都是我們必須要加以思考跟反省 那另外你要了解古典的世界 有時候你必須要透過想像的作用 事實上其實不見得一定要了解古典世界 你即使是了解你旁邊周遭的朋友 你也可能要用你的生命經驗生活經驗去想像 他為什麼要說這句話 所以想像能夠讓我們去產生了解 但是這一些會不會有一些認知的盲點呢 這些孟知認知的盲點 是不是我們某種程度的本位主義 只站在自己的立場去想像別人應當是如何呢 所以這些都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我要提到重建邏輯跟應用邏輯 這個是建構在於我們對於過去淋淋散散的 許許多多的一些歷史的一個掌握跟文獻上面 我閱讀那個時期的許多材料 我怎麼去了解它 有人說我用統計 有人說我用什麼樣的一個比較 這個某種程度可能是屬於重建的 可是呢 我有沒有在Logic in Use 在應用邏輯上面會有些問題存在呢 這個裡面牽涉到某種發現邏輯的問題 為什麼是一個發現邏輯 當我讀了這麼多的文獻之後 我終於了解了古代了嗎 我讀了那麼多唐宋元明清的很多的文獻 或是我讀了很多法國的 讀了很多英國的美國的許多的一些小說 我真的就了解了那個地區了嗎 了解了它所處的那個時代嗎 閃業文學的時代我真的就已經了解了嗎 我能不能真的進入到美國的歷史當中呢 這些都是可能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得不進入我們一個主觀 跟理解的一個世界當中 我們在這些時間我們要建構意義 我們不得不在我們自己的 許許多多的個人的經驗當中 不斷的去建構它 那因此我們還要繼續再追問 這些的客觀知識 如同我們要進入到古典時期的時候 我們真的能夠掌握到所謂的客觀的真實性 跟歷史的一個時效的一個作用嗎 那什麼叫做真實呢 我們今天看到窗前明月光於是地上霜 我們真的已經很真實的去體會到 詩人原來心盡了嗎 另外我們所記錄下來的 會不會有某種程度的選擇性 我一直在回想我自己過去的一個生命經驗的時候 保留在我的生命經驗裡面 其實坦白講主要都是一些 我認為比較有趣愉快的一些經驗 但是那個在當下未必有趣啊 我舉個一個簡單的一個例子來講 以前我們小學的時候 那個年代還有所謂的體乏的一個階段 那個常常你考試沒有考好的話 那個少一分打一下 那我們那個比較有意識的同學 都會傳授幾兆 告訴我們說你記得 那個要被打之前 你要塗一下老漿 要塗漿耶 要塗漿 因為漿作用好像會刺激 當那個棍子打下去的痛感 才不會那麼強烈 有一個同學沒聽清楚 那個叫做老漿 他帶的是嫩漿 所以塗了以後 老師這個棍子一打下去痛死了 他說你們講的這個沒有用 因為這個漿塗上去也沒有用 那你塗什麼 他拿出來一看說 你拿的是嫩漿 我們拿的是老漿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一個我的歷史記憶這一段的時候 我現在講起來很有趣 我在當下嚇得要死啊 在那個當下很緊張的 但是記憶會不會有某種程度的選擇 那個人記憶如果有選擇 那歷史記憶會不會有選擇 集體的記憶會不會有選擇 文獻的流傳裡頭的一些記憶 會不會也是有選擇的 這些都是我們要進入古代之前 你心裡面要先做一個心理預備喔 好啦 那我來講 這是中年研究院的一個院士 王明科王教授 他說我講了一段話 他說顯然啊 並不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 構成我們信賴的歷史 所以有沒有一個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 跟我們信賴的歷史之間是一致性的 某種程度應該還是有 但是我們常常沒有那麼強烈的一致性 為什麼呢 而是當前的社會事實或是社會現實 使得我們選擇某一些歷史事實 或創造一些對過去的想像 以某種方式來建構我們所相信的歷史 所以歷史有時候是被我們建構出來的 我們大家這個時代的社會裡面 大家共同的相信說這個是比較好的 這個是比較不好的 這個是這樣發展的 這個不是那樣發展的 可是在不同地區也許會有不同的理解 但是呢 我們會在我們的這個地區 我們會相信這樣的一個歷史 是因為我們在這種選擇過程當中結合起來的 而這個選擇是因為它跟這個社會現實 和某種社會權力緊密綁在一起 所以它說歷史事實造成某種政治跟社會情境 也就是說我們的政治社會情境 會帶我們去認識的某一段時間的歷史 現今如此 古代也是如此 所以他說我們要在這樣的情境當中 掌握權力者 這個個人或群體 也掌握著歷史的一個建構 所以他們的以歷史來強化 有利於己的社會現實情境 這個社會現實情境 往往也就是群體中的老居民 新移民 征服者 被征服者 男性 女性 富貴 與底層群眾 還有社籍 社會地位 資源分配 有高下接續的人群認同 構成了我們的人群認同 因為我們大家 學相同的這樣的一個歷史的經驗 我們認為這構成我們的真實歷史 那我們就要講 這真的是真的歷史嗎 在古典時期 那樣的歷史 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歷史呢 我們說 那是一個神話的一個時代 是一個絕地天通的一個時代 在國語除語下 那個就是說 昭王他曾經跟他的臣子 有這樣的一段對話 裡頭去談到一個是說 古者名神不雜 古典時期 人民跟神靈之間 那區隔得很清楚 因為區隔得很清楚 所以呢 這個人間有序 沒有任何的一個問題 那能夠跟神明有某種程度的 那個就是說可以來溝通的是 人民當中 精爽不稀惡者 而又能摘述中正 其智能上下比翼 其聖能光遠鮮狼 其民能光照之 其聰能聽測之 如此者是 民神降之 在南曰显 在女曰污 在南曰喜 在女曰污 所以污喜就是溝通天人 好像這一群秀意傑出的人 他能夠跟天神有溝通 那天神跟一般人是沒有溝通的 但是後來發生了一些亂事 名神雜柔 因為發生了名神雜柔 所以磚虛地 對於這樣的一個現象 要求所謂的蟲跟禮 這個這裡的蟲 這裡的禮 來做某種程度的 絕地天通的工作 所以各位這個是敘述在古代的 這些的典籍當中 那這個典籍看起來 在我們今天來講 這講的是什麼話 看起來好像是迷信的語言了吧 那是一個古典時期 就是一個神話的一個時代 神話跟傳說是交織的 神話某種程度 也化成了它的歷史的一個事實 而這個歷史的事實 跟歷史的記憶 事實上某種程度有利於 那個社會環境的某種認同感的建構 所以對於這些的古典世界 我們怎麼去面對它 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我在這裡面講說 人是立於天地之中 古代東方人習慣講 所謂的天地人三才之說 人居於其中 因為我們在天地之間來行鎖我們自己 所以我剛剛講說 我們的存在的這個現象世界 構成我們存在的一個基礎 那有很多的學者 像比如說Parsons 像比如說 那個Benjamin Swash 國外的一些重要的學者 他們從哲學突破的概念 從聯繫性的一個思維方式 來講古代的人所理解的天地 跟人之間的關係 並不是一種斷裂的一個狀態 並不是一個斷裂的狀態 但是剛剛我們看到了 從明神不雜到明神雜柔 到底是先存在的一個明神雜柔 再變成明神不雜 還是一開始就是明神不雜 這個就是被所謂的文獻書寫者 做某種選擇性的紀錄文嗎 這些事實上其實都必須要加以去叩問 去詢問 你面對古典的時候 你都要問這些的一個問題 然後我在這裡面講說 人是被拋持於此事的一個宇宙孤兒 就呼應我們前面的那個孤獨感 我們人在這個世界當中 看起來肆無掛搭 那我的真實感是怎麼建構呢 我跟時間的關係是什麼呢 我的存在又是什麼呢 那古典時期的人又是什麼呢 那這些事實上其實當代的思想家 Martin Hellerger 有蠻多的一些的討論 我在這裡面拍這張照片是我拍的 那個是Martin Hellerger 海德格的這個大思想家 送給他的老師Fusser 應該是他老師 送給那個Fusser的一本書 他的那個存有與時間的第一版原版 我在Levin看到的這個書 還把它特別拍下來 那個感覺跟古人又近了一點 好 那樣的一個時代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時代 是一個悟的一個奧秘的一個時代 流轉中的自然與萬物 悟我與你 客觀與消息是融合在一起的 那這個悟我就簡單這麼來講 我們用台語來念 悟 我們要怎麼念 你把那個劍拿去 只念前面 我們現在還有 只是我們前面都會加拍咪 對不對 那我們在講咪的時候會講什麼 都會講說 這個好像有某種程度的 magical power 各位 我們到了20世紀的今天 我們有時候電視新聞還會看到 那個不管你講是 他是紅衣小女孩或是什麼之類的 或是某一些什麼樣的一個 可能的一個不可測不可吃的力量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是會用 物的這個用語來形容它 古典時期也是這樣啊 所以流轉當中的自然與萬物 又有多少它的物的消息 是我們今日能夠完全掌握 而能夠進入到那個物的意義的奧秘當中呢 或者是說這樣的一個物的一個世界 其實在古典時期在今天 我們都各自分享了不同的想像 那我們接下來還要再繼續了解 如果面對古代的這個知識 還必須要面對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今天我們很習慣 有這樣的一個古籍文獻對象化 還有研究對象歷史化的這樣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預備 那這個也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王煥生王院士所提出來的 他說在那個1920年代跟1930年代 中國史學卻產生一些重大的一個變化 還有一些新的解釋風格的主調是 學術研究是一回事 道德是一回事 信仰又是一回事 簡單來講就是價值跟事實分離 尤其是傳統的意理價值跟歷史的一個分離 因為我們過去會從歷史當中讀教訓 我們看了這個故事我們就 我要學到什麼樣的一個教訓 可是呢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 很多的這種的歷史教訓逐漸變成說 我是研究它的客觀訊息是什麼 所以我要把它慢慢的加以那個就是說客觀化 所以當時候的道德是什麼 信仰是什麼 那不是我這個研究者該注意的 那這樣的一種學術風格 它是來自於將載集文獻對象化 將這些都視為是研究的材料 所以追求是科學知識並不是道德修養 所以它不需要有這種道德倫理意涵的 這樣的一個目的存在 那第二個就是把那個所謂的研究對象歷史化 他說當時候的歷史的方法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法論的基礎 那要求我們用歷史發展的角度去看待事情 那因為我們要求所有的那個就是說 那個產物都必須回到歷史 所以呢不能夠回到這個原點來看似 也不能夠承認所謂的天經地義 跟亘古不變的道理與價值 同時把一切歷史跟人事 還原到其歷史脈絡當中 來看它的真相 但是我們卻不管它對現代有沒有意義 因為我們只要了解就是說 古代的某一個偉大的人物 或是某一個造成歷史變化的人物 他喜歡吃什麼穿什麼 我們只在乎這些事情嗎 還是背後有一些人的問題 仍然是我們必須要去加以理解的 因為如果當我們不去了解那個所謂的 事實跟價值之間的一個關係的時候 那這樣的一個太史公在史記刺客列傳裡面 所敘述的這樣的五個字 其實就會變得還蠻無聊的文字的敘述 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那個金科刺秦王 徒窮避陷的時候 匕首就準備要去刺殺秦王 對不對 金科拿起來往前刺 秦王到處跑 一下子緊張 不知道把他的劍 那個稍微彎個腰把他給拔出來 等到他可以拔出來的時候 短兵器碰上長兵器 那個所謂的獲勝的機率不高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金科 只好將他的匕首投向秦王 丟了過去 但是呢 這五個字叫做不中 中同住 各位 司馬遷在現場嗎 他有在現場紀錄嗎 我們可以說 司馬遷就是在旁的旁觀者嗎 要不然他怎麼能夠寫得這麼的 不中中同住寫得這麼清楚 我告訴各位 這五個字 或許他聽人家傳說 而記錄下來 但是這五個字 背後有沒有很高度的一個價值判斷說 五告可朽 如果真的把他給投中了 那該如何 該多好啊 所以不中中同住這五個字 既是一個客觀的事實描述 有可能也是一個價值判斷的用語 中國古代的許許多多的這些的文人 在寫歷史事件的時候 常常並不是只有當客觀歷史記載文獻的書寫者 他是做價值教訓的某種裁判者 我們在讀這些的文獻 你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基本的認識 那另外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你碰到古典的文獻 牽涉到一些比較思想的一些類型的文獻的話 那麼你可能必須要去了解 他運用的概念是什麼 那為什麼要用概念 概念其實我們一般來講 它其實就是一個名詞 然後你要用命題的角度去理解它 它其實是一個句子 比如說我們講說 屏東今天出太陽 這就是一個句子 這個句子可以成為一個命題 這個命題我要到今天晚上12點以後 我才能夠判定它到底真或假 所以概念是讓我們來進行邏輯思辨的一個起點 命題是讓我們可以來進行邏輯判斷真假的一個起步 最後我可以形成一個理論 這個時候形成一個系統 這個系統就形成理論 那我在這裡面用的是一個信念之網的一個張開 這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一個西方的一個哲學家 叫William Klein 他所提到的 我們很多知識的建構就如同一張信念之網 它各有不同的believe 有basic belief 有一些核心的信念 也有一些周邊的一個信念 那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古典 你可能必須要預備的一些可能要注意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面對古代 當我們面向古代的時候 要了解有成蕾造成的這樣的一種可能性 這個是顧潔剛在與全宣童先生論史書裡頭所講的 他說成蕾造成有幾種現象 第一種 時代越後傳說的古史期越長 可能假設我們這麼來講 在先秦時期還沒有所謂的三皇五帝假設 他只能夠講到羽湯之類的相關的一個敘述 然後到了春秋戰國的時候 可能就變成是講到了遙順 然後到了漢代的時候 就更多的描述 描述到那個三皇五帝的年代 越往後面描述的古代的歷史越久越長 這個好像跟我們歷史經驗不一樣 可是呢 後人總是真華就不斷產生出很多的新東西 這是一個有成蕾造成的一個現象 那時代越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越放越大 你可能對姚順魚湯很多的那個紀錄 在早期的文獻裡頭 敘述的不會很多 可是越到後來 他的事蹟越來越多 怎麼到了後來 他的故事會越來越的細密呢 當然是後人總是真華的一個結果 那另外 我們在這個上面頭 即不能知道某一個事情的正確狀況 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情 在傳說當中的最早狀況 也就是在我們某一個歷史時間點上面 我們知道開始出現了這樣的一個傳說 這個傳說的一個狀況 在那個時間點開始出現 不是他的時代 所以呢 商周的理解 不是商周文獻所講 我們很多時候 是在我們下一個年代 我們在春秋時期知道了商周的一個樣態 那你大概就可以從這裡面來判斷 他的一個時間點 那另外 我們要進入古代 我們可能要注意到 要有二重證據法的一個基本認識 就是有一些是紙上資料 有些是地下的一個資料 你透過紙上紙面的資料 跟地下的資料加以辯證的時候 他們相信可以從這裡面獲得某種程度的一種修正 也就是說有一些傳世文獻的這種紙上資料 這個紙上資料就是我們傳世的文獻 那傳世的文獻有很多 可能是口傳的 有可能是藏在某個地方沒有被燒掉的那些書 那麼地下的新材料 其實包含文獻包含器物 包含各種的一些建構的形式 其實都是可以當做地下的一個所謂的新材料 透過相互的一個比對 王國偉認為我們對古代的一個掌握 會相對的比較恰當一點 現在人又做了某種程度的改良 有所謂的三重證據法的一個改良 包含勞宗宜先生的講法 王宣凡跟葉書宣他們各有不同的講法 其實葉書宣的部分 其實應該是從甲骨學 人類學 還有一些考據學來加以理解的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前面是二重證據 這裡面除了所謂的 考古的這種所謂的文字資料 跟傳世資料 他加了一個器物 這是饒宗宜說法 然後這裡面是加了一個文化人類學 就是把它放到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裡頭 來看這些的材料 這些都是建立在二重證據的基礎上面 所做的進一步的一個改良 那我們就可以對於過去的一個歷史真實性 它到底是虛構的 還是它有它的某種客觀的程度 可以把它給分離出來 那這些你必須要去了解 而在古典 在早期的研究 有一批就是以古學派的人 然後也有一些是相信 那太相信信古 有時候你把它認為 這是一切都是真實 沒有錯誤的話 這個有時候會帶來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同情與相信之間 找到一個平衡點 那我們說這就是一個神話 與傳說不分的年代 包含神奇、祖先、自然神、開國君王、遙順魚湯 我們今天有太多的敘述跟紀錄了 譬如說我們講到那個就是說 商湯好了吧 因為我們待會會提商湯 那個商湯在今天的那個就是說清華檢 北京清華大學有收藏了一批組檢的材料 這批的組檢材料裡面 所敘述的那個商湯跟伊隱 裡面你看到根本好像覺得 好像是在寫巫詩的一些狀態 包含那個神巫 像一種烏鴉的那種神巫 那個如何產生作用 在那個文字的敘述裡面 我們今天看的只是會覺得是荒誕不驚 但是它其實就是確確實實的 古代的一些文獻的一個內容的敘述 所以我們說那個時代 是一個神話跟傳說不分的一個年代 然後駐頂象物 這個物那個據說有人就說 你要成為天子你必須要駐頂 所以我們後來常講說 那個逐鹿中原 逐頂那個天下 其實就是要那個追求那個 所謂的國家權利以頂來做象徵 那以頂來做象徵裡面 他說有一個象物就是那科 很多的動物的文樣在那上面 那有些人說這些的物 其實剛剛我們所講的那種 咪呀的東西 讓人看到認識不會受到它的影響 因為有一些古代的人 他相信你看到這個東西 能夠呼喚其名不受其害 你只能夠叫出它的名字 你就不會受到它的傷害 所以古代人也有這樣的一個相信 那還有包含這個小邦州跟天衣商之間的 那個整個的那個就是說爭國的過程 爭奪那個國家權利的那個過程 那個事實上其實那個州 是一個小小的一個小邦 但是對於大義的這個殷商 卻能夠退翻 那到底你那個天命是怎麼來的 所以在那個年代天命隨俗 當然就具有高度的神話性質的一個解釋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到語言裡面來看 我們進入語言就是說 因為時間來不久我盡量講快一點就是說 有些意義你要表達你都要分兩種句子 一種是分析句子一種是綜合句子 分析句子就直接在語法結構 然後你就會判定它真假 那綜合的一個語句 你就是必須要在一個經驗當中來判定真假 那這個其實是在當代進行哲學思辨 很重要的一個起點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那個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像跨眼就有一些不同看 不過因為這個比較牽涉到 更多的一個哲學問題 我在這邊先不談 我們往下來看一個 來看一個這個所謂的 規準跟原初客觀性 所以我們去理解古代的這個文獻 是否真的能夠找到一個客觀的原初性 這是張鼎國先生在有一篇文章所提到的 他說照原意或是照原樣的理解 代表一種可能是照原本歷史情境 或創作者心意去理解文本的一個努力 也就是說它要去回到作者的心思 跟作者的意圖 但是當代的詮釋學研究 認為在這個地方 客觀的原初性恐怕未必那麼容易 可以回到那樣的一個環境 因為我們有一個當代者的閱讀者 我不斷的用我時代的經驗去閱讀它 當我用我的時代的經驗去閱讀它的時候 它的意義的增長有可能是我給予的 未必是完完全全是它的一個狀態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就是說這個敘述 就是說敘述的這個詞位可以一般來講 他說可以以小說來作為代表的一種文類 就是敘述文 那也可以用來泛指包含神話 民間故事傳奇 自傳傳記歷史分析等來呈現事件 或者是講述故事為主的一個書寫的方式 所以我們閱讀古代文獻 你會遇到它會再敘述一些東西 它不完全只是一種敘述文體 它是一種所謂的書寫的方式 而這個書寫的方式裡面有敘述也有描寫 那敘述指的是強調這個事件進行的一個刻畫 那描寫是對於人物的特質跟狀態的一個呈現 這是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蔡英俊先生 她在一篇文章所提到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了解 我要閱讀的古代文獻裡面 有些是對事情的一個敘述 對於它的脈絡的一個刻畫 有一些是對人物的一個進一步的一個掌握 那在這裡面我用了上海國務館檢裡面的這個孤城家戶 那有人把它寫成是苦城家戶的一段的出土文獻 跟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的左傳跟國語的這種傳誓文獻 裡頭對於幾個重要人物的一個判斷是不一樣的 簡單來講 這裡面盡力公、稀奇、稀抽、稀治、卵書跟白底 是裡面很重要的幾個人物 那這裡面的三個姓系的 我們一般來稱為三系 這是那個禁國的重要的 那個就是說那個權力家族 那這個權力家族 在三個不同的文獻的處理上面 各有不同的形象 其中在孤城家戶裡頭 這個三系包含稀奇、稀抽跟稀治 他們是公中體國 對於國家非常非常的盡忠盡心的 但是在左傳跟國語裡面的記載 好像這個不是他的重點 那記載的是別的重點 那因此如果你去讀同樣的這一批人的故事 就是在三個不同的文獻裡面 你會發現他有不同的書寫側面 他的紀錄側面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今天看新聞要多看幾分 看各種的報導又多看幾遍 你就會發現不同的立場 他們會有不同的判斷 跟他的一個書寫的一個重點 這裡面這一篇文章是 台大中文系的主任李隆憲憲所提到的 有關於在靖宇六還有左傳 還有在上國的孤城家戶裡面 所看到的這一個三系 他們的形象上的差異 所以在敘述裡頭 在敘述裡頭會有他的不同點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但是我們要了解一點就是說 價值意識的世界跟開放性的意義 是古典社會存在與價值相結合 是我們這個文化的一個古典時期 許多文獻的一個基本樣態 也就是說他的文字的書寫 背後隱含有一些價值判斷 如果我不能夠把這個部分的價值書寫 把它給清理出來的話 我就很難去掌握 到底書寫者要傳遞什麼訊息 以及我們這個時代的人 要怎麼從這當中讀出訊息之外 又用你的時代經驗去強化這些文獻 可能的意義之所在 這是我寫的一篇文章 先秦的人們非常敏銳的去注意到 客觀存在的世界 並不是只是客觀存在的姿態 它存在的自然性質 常常是搖指某種規範的價值意涵 所以當你能夠掌握這一點 你不會只是把它讀為一個客觀的歷史材料的對象的時候 你大概就可以進入到古人的世界 以及用你的價值判斷來跟它對話 這是一個古今對話的一個可能 另外在比較文學性的一些文獻裡面 我們會需要透過許多的隱喻想像跟敘述 那我這裡面講說詩比歷史更接近真實 因為詩的很多的傳述 在他當下的一個情意的感受 在他運用文字的時候 他其實沒有要去對於那個時間去去做 太多的一個描摹的情況之下 他有時候是全盤脫出 所以我說這種的語言 他有高度的一個飽和感 那這種飽和的一個語言 你需要透過某種想像力去穿透它的一個邊界 文字的邊界你才能夠掌握 我舉個例子來講溫柔與豪放 我們對於女子的形象 在古代因為現在很強調什麼台北女子圖鑑 什麼什麼各種的 古代的這種女子的形象 也有她一定的差異性 譬如說在吳歌西曲的階段 這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一些相關的文學的一個作品 這些的文學作品 吳歌西曲裡面有所謂的子葉歌 那這個子葉歌裡面有一個 素席不舒頭 司法披兩肩 晚身囊膝上 何處不可憐 那這樣的一個女子形象 感覺起來就是非常的溫柔的 可是北方的民歌就不一樣了 李珀小妹至雍容 千群竹髮四卷棚 左色右色避跌霜 婦女尚如此 男兒安可逢 你就會發現 這個文字所續寫的這種的情感世界 你可以透過它的文字進入那樣的一個想像去掌握 當時候人的一個形象 所以如何運用隱喻 如何運用想像 跟敘述的功力 我們可以進入那樣的一個世界 那接下來 我來講幾個認識熟悉的陌生人的例子 首先上書的一個人性近載 金藤篇 如果你把金藤篇 當作一個古代歷史的文獻去掌握去理解 有時候還蠻無趣的 可是你把它還原成某種人性的一個問題 那會很有趣 我們這麼簡單來講 我就不講文獻的文字了 我們說那個周公 他是在西周開國的重要的一個權利者 這樣的一個權利者 甚至去那個東征 跑到東方去攻打 把一些陰人的那些的移民 把它給清除乾淨 因為包含那個管廚菜廚 偽亂的這個事情 所以呢 對於那個周公的權力這麼的巨大 當時候的陳王 是非常非常的那個就是說 某種程度的心裡面怪怪的 就是說自己的那個叔叔 好像擁有很巨大的權力 那所以呢 那有事沒事大概想要 這個文獻 我不從文獻上面講 我推測 那有事沒事想要 找一下周公有沒有一些小辮子 所以到那個國家檔案局 去翻這些檔案資料看一看有什麼沒有 結果竟然發現了 裡頭有一篇的文告啊 是我們的周公對天禱告的文告 因為當時候武王 武王發 那個身體比較差 大概可能快走掉了 那我們的這一個 那個就是說那個周公 對天禱告跟上帝說 我文才比較好 能力比較棒 你帶我走吧 我的那個兄長 那個武王發 他還有人間的重要的事情要做 所以呢 我們的陳王看到了以後 才終於覺得 哎呀是我理解錯了 那各位 你如果從熟職之間 原來因為權力的糾葛造成的衝突 到後來的整個的煥然冰勢 你再讀這段文獻就會非常的有趣 所以回到上書的人性的記載的時候 人性記載是你可以打開 上書這種街區敖啞的這種古文裡面 很重要的一把鑰匙 那詩巾的一個抒情感受 我也不再講 我們直接從這來看 《喜我亡以》 《楊柳依依依經我來時》 《雨雪飛飛》 這四句話大概是 我們那個很多文學歷代認為是重要的名句 其實我昨天一來的時候 這個我會有那個感受 《喜我亡以》 當時我是青春年少 我來到屏東來念書 我在屏東中學就讀三年的時光 正是我最年輕的一個階段 當時我每天通車搭火車過來的時候 看到的那個景象 跟我昨天回來的時候 經我來時《雨雪飛飛》 經我回到屏東中學來的時候 我年紀已老 某種程度 年紀已長 那個心裡面的感受是完全不同 各位 各位 我今天可不可以透過古人的這樣 對於他的某一種情感的一種抒情感受 來回應我生命的當代性 如果可以的話 那麼我生命的當代性 跟古人之間的某種 他的當代性 事實上就可以對話了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種情感上面的一種深化 那古裡的一個切身情感 這裡面要強調的是有關於婦仇 我們講的是說 對於婦之仇 服予共戴天 我們講說不共戴天之仇 戴天就是說 他頂著天 我也頂著天 只要這個是我的殺婦仇人 我就跟他事不兩立 我要追殺他到到底 對不對 那這個 還有對於這個那個就是說 那個父母之仇不只服共戴天 還有不反兵而鬥 什麼叫做不反兵而鬥 你聽到就說 你的直系尊親屬被人殺害 在古典社會裡頭 他不需要回家再去拿你的那個給洗頭 不需要再拿你的武器 才去衝去跟他去那個打殺 你聽到你手上 其實手無寸點 你都要趕過去 這就是你的一種情感的一個問題 當然涉及到就是婦仇 可是這個婦仇還有區分 婦之仇 從婦仇海外 兄弟之仇 婦仇千里之外 從婦兄弟之仇不同國 類似這種 這個其實就是說 如果有婦仇的一個現象發生 殺婦仇人跑到海外 殺兄弟的仇人 跑到千里之外 古代他有一個限制 做這樣的一種區隔 但是這種婦仇的模式 就是到了後來法律上都要有所禁止 所以我們在古典社會 為親屬 為朋友 為這個所謂的直系尊親屬 來加以復仇的事情 其實到了法律 越來越昌明的一個年代 這些都會有所規定 可是你看這些東西 你就可以慢慢發現 這個其實也在我們的周遭會發生 我們這個時代的人 對於自己的家人受到欺負 我們有時候可能會棄不過 但是我們如何在我們今日的生活當中 在法律的規範當中 來加以掌握 這恐怕也是我們必須要注意的 那最後 我提一個公養的一個 違言大意的一個問題 你讀公養傳 像比如說莊公四年這裡面提到的 九世復仇百世復仇的問題 這個牽涉到對於這個國 跟君王的這個 他的血緣關係 是否具有所謂的一體感 這個就牽涉到中國古代的 家庭結構的 父子中軸線的這個問題 哈佛大學的 一位人類學教授叫徐朗光 他就研究那個親屬結構 特別去點出 有一種所謂的 顯著親屬結構的一個關係 那這個顯著親屬結構裡頭 中國在東方就是以父子的這一個 為主要的中軸線 那父子的中軸線 他就具有所謂的連續性 這個連續性就不是只有一代 他兩代三代四代五代到百代都是 那既然都是百代都是 尤其是你擁有權利者 你繼承了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被滅了 他的下一代 他的下一代 都擁有那個責任 必須要去負國的 所以他可以負九世之仇 還可以負百世之仇 因為所謂的國君一體 當你能夠了解 我們古代的這樣的一個家庭結構的 一個生活方式的時候 你實際上就比較容易進入 那個古典的一個世界跟社會 我想研究古代 進入到古典世界 是一個我們不容易做 但是非常有趣味 當你做了以後 你慢慢會更回過頭來認識 當下你自己的這樣的一種 研究的一個取向 我一直覺得這個世界 是一個非常迷人的一個世界 我從年輕的時候 最希望的其實反而 就是回到那兩千多年前的世界裡面 能夠去感受到 當時候人們的悲歡離合 當時候人們的這些喜怒哀樂 回到那樣的一個世界 我更能夠掌握 我要走我自己的一個 什麼樣的一條路 以上跟我們在座 跟線上的諸多朋友 來這裡來分享 哇 那今天 但聽起來大家應該壓力會很大 蠻硬的 但是 可以體會出一些趣味性的東西 我自己是這麼覺得 比如從時間空間 是一種範疇 再去看看那個 它裡面背後的意義 有可能有脈絡或者是有一些斷裂的現象 可是怎麼拼湊出它的原貌 那這個就是 對語文要相當的深入了解 能夠去研究它的語意 甚至還要知道它的歷史背景的價值體系 都會影響你怎麼解讀這些文字 相當的厲害 而且呢 剛剛 我們家務長也特別提到 還有三重證據法 這相當有趣 包括你從 考古的欺負可以知道一些訊息 甚至呢 從古文字的資料 也可以知道一些直接的史料 更重要的是 傳適的文獻 又給你另外一個角度的詮釋方式 它未必是最正確 但是可以當作參考 那這個三重證據法也很特殊 那 今天的演講是非常專業的 非常專業 那我們也有國文老師在現場 所以 我們國文老師應該也要發問吧 OK 那我不曉得線上 我先問一下 線上不曉得會不會提問 因為在那個週日閱讀科學大師 是有線上提問 如果有 再提醒我們一下 那可以嗎 我們 我們有台大中文系的高材生 對不對 讓你想一下問題 還是你要直接發問 應該有 我相信 來麻煩一下 可以嗎 還是要先那個 沒關係 因為你有 在線上都有 OK 線上有嗎 還沒有 那我們就現場先 好 教授好 陳教授好 然後 各位 教授教授好 其實我覺得今天來聽這個走進古典閱讀現代 我自己會覺得 這是很珍貴的資源 因為 這樣子珍貴的資源通常是只有台北聽得到 就是說 對 因為我們 大概在外面也看了一些像中山女高 女子班 他們其實都會進到大學去請教授入校 所以在這裡非常感謝 就大學長林體平老師 教授就是願意到這個 給我們看看那個市面這樣子 那其實我想要請教林教授的就是說 其實林教授也是大考中心國寫的這個召集 召集人 那我想要了解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會發現說 高中的國文跟國寫 然後其實 現在我們帶國文老師 我現在講的是我自己的困難 問一問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一直很想要把就是古典文學的美好 然後或者是我們在文學裡感受到的一些感動 跟我們高中生分享 那 但是因為他們又是會被這個 就是 考試會導向 這是必然的現象 那 可是我剛剛聽了就是很多 就是 關於這個 甲骨文這一些 或是神話傳說的 是 這一些 教授的講解 其實教授講解得非常詳細 然後我覺得我真的是賺到了 那 教授如果 如果說我們的學生 有想要往就是文學或是中文系 去發展的話 那教授有沒有推薦一些書目 是可以讓我們高中生 就是 比較好入手 因為最近 因為我現在是高三 那有一些同學會問我說 他其實對中文系或國文系 他是有興趣的 然後 我其實 就是 如果要推薦書目 或者是要 引見他 就是 看看這些相關的書籍 我有點不知道該選什麼好 這樣子 那因為林教授剛剛講的 我自己覺得蠻深入淺出的 就是說 像那個上書的那個部分 上書的那個部分 其實我很有感 因為我之前有修上書的課 然後就會覺得 其實上書不是只是公文而已 他其實是很有趣的一些 一些那個古典 就古人的一些一些記錄 句話的一些記錄 所以我也會希望說自己 期許自己可以用 以這樣的方式上就是 對高中生來介紹一些 這個古典的美好 對那所以我的問題是 如果要推薦高中生來就是 了解我們古典的文化的話 林教授有沒有推薦的一些書 單給我們 謝謝 謝謝 有沒有入門的 謝謝提問 事實上其實我這麼來說 它是一個很長的一個經驗 你當你心裡面有這樣的一個 興趣產生的時候 事實上相關的一些書籍 其實要慢慢的去閱讀了 我這麼來講就是說 我過去在學習古代的一些 相關文化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一開始的確是從文學切入 從文學切入 那從文學切入 先秦時期的這些的文學 正如同我剛一開始講 我在讀詩巾 可是讀詩巾 有時候你光是讀那個文字 太難懂 你要讀很多的解釋 你才能夠進去 可是光讀解釋的那個過程 很多的興趣 可能就會因此而被消磨掉 所以你要能夠慢慢去掌握到 文學之美的這個能力 被開發出來之後 事實上你就比較容易 慢慢的去對文字沉澱下來去閱讀 那一般來講 我通常會建議 以前我的學生 還有包含那個 我早年在教大一國文的一些 那個同學 我會讓他們閱讀的是 朱光淺 他的那個彈美 因為那個很薄 那裡面對於如何進入到一個文藝的一個心理 事實上其實有還蠻精簡的一些的說明 而且附有很多的一些例證 然後和他的一些文字 而且朱光淺的文字 是現代白畫文的一個書寫方式 那寫的我個人覺得是還蠻好的一個文字 所以閱讀起來 你容易進入 當你容易去感受 許許多多文字 所會呈現出來的一個力道 飽和度 以及他的一些相關密度 所扎實下來的那種美感經驗 這個時候 你在回到經典的文獻上面 就容易進來 那容易進來 這個時候 你回到2000多年前的一些文獻 你在閱讀相關的那個看起來 密度比較高 或者是不要講密度比較高 而是說他古語跟金語 已經有一些的那個時間點 在理解上不容易的情況之下 透過一些相關的一個注釋的文字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它還原為 某一種美感經驗下的一個閱讀感受 那這個時候 你在讀古典的文獻就容易切入 然後從文學的這些文獻切入之後 你慢慢就會發現 你對那個時代你必須要去了解 你對那個時代要去了解 你可能就必須對歷史要有所掌握 對歷史有所掌握 你可能自己就需要去找一些 相關的文獻去閱讀 或者要有機會去讀一些課程 我自己個人在學那個相關的一個古代歷史 事實上其實都到歷史系的老師那邊去上課 學得來的 尤其是在那個先秦時期 我跟著黃俊傑 台大歷史系的黃俊傑教授 杜正勝杜老師 那個幾位那個老師以前也到中央研究院去跟著一些歷史所 史餘所的這些老師去做了很多的一些課程上的學習 在這個經驗裡面讓我自己對古典文獻的掌握 以及古代世界的理解相對而言會稍微比較容易一些 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一個經驗 但是古代的文獻不只是這種敘事文獻 它還有一些思想類的一個文獻 這些思想類的一個文獻 你必須要建立有一定的分析的能力 那這種分析的一個能力 事實上哲學系裡頭有很多的課程 它會慢慢引導你進去 那一般來講 有一些基本的哲學的概論 像比如說那個應該是Bohensky 他的有一本書 那個有翻譯成叫哲學講話也是哲學概論 寶寶的一本 那名字我有點忘掉 那這些事實上其實都是很好的 那個閱讀的那個就是說那個進入點 所以你都必須要先建立一些基本的 對於文史者可能的 那個感受試讀的那個能力 然後再進入到那個時代 這個時候你就比較容易去了解 你要進入到的是一百年前的 是五百年前的 是一千年前的還是兩千年前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找到自己可能的方向感 以上簡單回應 我要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教務長 他是台大我們中國文學的博士 然後另外也是考試院裡面的考試點事委員 最重要的是也是科技部的一個計畫主持人 人文島嶼這個計畫的主持人 還有也是漢學研究的編輯委員會的召集人兼主編 所以其實從剛剛那個我們教務長在報告的這些內涵裡面 其實對史學這一塊應該是相當相當的深厚 所以剛剛在講那個價值觀跟你從史觀的角度來看 其實都有相關 我們同學現在堅持到現在他是非常厲害的 代表你們都有這個潛質潛力 有問題要提問嗎 我院長一定要提問 麻煩 剛剛林老師有提到說 對過去的歷史或過去的文學 可能有各種不同的個人經驗 然後也產生不同的詮釋 我剛剛印象蠻深刻 就是剛剛提到這個晴王 那個荊科次晴王 說有五個字不中 中同住 這五個字 那原先我是想說 那也許這個林老師會提出一些用現代的眼光來看 後來發覺說原來是說可能是揣摩當時那個司馬遷可能的心境 那我是提現在一個比較怎麼說 比較務實的問題 如果給匕首扔出去 銅柱可以刺得上去嗎 所以這個 這個剛好我們校長是化學 所以我當時我以前看過這時候 其實我的納悶就是這一點 就說那會不會就是用一種比較 比較誇張的說法 如果今天是一個木頭的柱子刺過去 那銅柱是不是可以刺得進去 這個我可能是比較 非常非常practical的一些想法 因為它的那個銅是從木字旁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木頭 而這一個的故事 事實上如果我們在座的同學 還有線上的朋友 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有關 漢代的畫像磚 漢代的畫像磚裡面 常常有金科刺琴王的橋段 而金科刺琴王的橋段 主要它所選擇的那個畫面點 就是會畫一個柱子上面插著一個匕首 然後就是我們金科的人像 跟那個秦皇的人像 在那邊的那個樣態 這個是在漢代的畫像磚 它形成一種格套式的 一種的那個是說 那個處理的創作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當然畫像磚 它常常是在墓葬當中出現 所以它就形成當時候的人 共同的一種心理 那為什麼當時候的人 共同心理都要把不種 種種種種放上去 這當中就大有學問 這很有可能 那個時代的人 共同的歷史記憶 建立在他們的社會的一個現實之下 都認為說如果丟中了 那麼我們的歷史就改變了 我們的世界就不一樣了 所以才會有類似這樣後來的包含 在整個的那種 所謂的那個就是說 墓葬的形式裡面 也出現這樣的一種公益的一個表現 那因此我也覺得說 這個地方它呈現的 並不完全僅僅只是一個 客觀文字事實的描述 它存在的某種價值判斷的可能 以上 今天還是要特別感謝我們政大 我們教務長 那他其實應該是說 在我們中文 這個中國文學這個領域 是一個翹楚 那你們有這個機會 在屏東能夠體驗到 不用跑到台北才聽得到 這就是最大的幸福 那今天內容這樣鋪陳其實是不容易的 因為一下子要從 要有潛入深 那是很不容易的事 這麼短的時間要讓你對 文學的這個閱讀 能夠有一些理解 而且又是古文對不對 所以 你 這個是不容易的事 我就覺得 今天大家都賺到了 不只我們 這個 國恩老師賺到了 我們其實也賺到 那我要請大家 再次用日類掌聲來 感謝我們大學長 回來分享 謝謝